前往埃及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到了 小耶稣降生了 也按着天使的指示 约瑟郑重地给他取名叫耶稣 后来约瑟带着一家 来到耶路撒冷 献祭感恩的时候 还碰上一位老先生叫西缅的 不但说了耶稣正是上帝拣选的拯救者 还提到他会受苦 连玛利亚也要为这个孩子痛苦忧伤 这样的祝福 似乎带着一些伤痛的讯息 对玛利亚和约瑟来说 他们听完了 也只能默默放在心里 没有多说什么 也继续地往前走去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当这位老先知西缅给了约瑟他们祝福之后 最后又对母亲玛利亚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孩子是被上帝拣选 是要来证明 以色列中 有许多人正走向灭亡之路 但还有许多人 会因为他而得救 他也要成为被许多人毁谤的对象 也让这些人心里头的恶念被看出来 之后 这样的忧伤 会像一把利剑一般 刺透你的心 这句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玛利亚听了却没有生气 她也只黯黯地记在心里 她相信一定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 他们接下来走着走着 又看到一个很老的妇人 直直地往他们这里走来 这是一位女先知 名叫亚娜 是祭司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 她的年纪真的很大 已经84岁了 她跟她丈夫结婚了七年之后 她就成了寡妇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嫁 而且 从她的丈夫过世之后 她就每天都在圣殿这里 按着时间进食祷告地敬拜上帝 她更是常常地 为上帝的拯救者的到来 而祷告着 她祈求上帝赶紧拆派 这位拯救者来到他们当中 这一天 她知道约瑟一家来到圣殿 她就往他们那里去了 一到他们面前 亚娜就开始高声地赞美上帝 她内容就是说 这个孩子要成为上帝的救赎 原来上帝听了亚娜的祷告 在约瑟和玛利亚 他们到这边之前 就已经让亚娜知道 今天在圣殿当中 她要遇见小耶稣了 周围许多人听到亚娜的赞美和预言 好些人就开始注意到 有这么一个小孩 开始跟上帝的拯救有关系了 只是真的关心这个消息的人不多 许多人都只当作 是听到一个特别的祝福 为他们感恩就过去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耶路撒冷也就没有人注意了 约瑟一家人就在圣殿完成该有的献礼 接受了他们的祝福 就回到了伯利恒 继续地住在那里 他们想等到孩子再大一点 再考虑回拿撒勒去 就在他们还住在伯利恒一两年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他们不得不提早离开 而且还不是回到拿撒勒 而是跑去了埃及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正是大希律做王的时候 他是个生性多疑的人 为了怕人家抢他的王位 他还曾经杀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希律王 算是当时罗马所给的非常高的官位 很像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固定地要向罗马皇帝缴税 其他的皇帝就一概不管 当耶稣降生之后的一段时间 有几个星象家 他们就从很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有人说是巴比伦 甚至还有传说是中国 没有人知道 但看来他们真的走了很久的时间 才到了耶路撒冷 大希律王接见了这几个 远道而来的星象学家 他们就问国王说 王啊 我们想知道 那位即将出生 成为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 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这些人 在东方看到了那个代表他的心啊 所以特地一路敢来 要向他献上敬礼和祝贺 希律王听完了这番话 心里早就一阵慌乱 到底是谁 要来抢他的王位呢 对于博士们来说 他们也只想到 继承王位的 大概就在王宫里头吧 或至少 有很好的学者 可以来协助他们知道 这个王到底是哪里的人 希律王 反倒装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 就派人去找一些人来 帮这些星象学家 这时候 有一个犹太的王出现的消息 也渐渐开始传遍全城 整个一路撒冷的人 也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可是这不是拯救者吗 百姓为什么要感到不安呢 我猜可能是因为 百姓对大希律的了解 知道大希律王 怎么可能容得下 这样的人存在呢 很怕到时候 会变成一场大屠杀 或是罗马政府 会不会借此机会 派大军来镇压这个王 而引来更大的战祸 尽管百姓仍然不安 大希律却是能够耐住性子 把所有的祭司长 和民间的经学的教师都找来 让他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 就问他们说 你们说吧 那个基督 就是上帝派的拯救者 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当中的代表 就出面回答说 经过我们的讨论 和圣经的记载 应该是犹太的伯利恒 因为先知曾经说过 犹大地区的伯利恒 你在犹大诸城中 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有一位领袖 要从你那里出来 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 于是 希律就私下召见 这些从东方来的星象学家 先探寻他们 看看那颗预告救主的星星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出现的 好能够知道 这个孩子出生了多久 接着就请他们 前往伯利恒去看看 国王就说 请你们先去吧 仔细找找那个孩子在哪儿啊 然后赶紧回来告诉我 让我也赶紧好去拜拜他 这些星象学家 一得到这个消息 就赶忙收了东西 赶紧出了耶路撒冷 往伯利恒去 才一出城 离开了满城光亮的耶路撒冷 就看见漆黑的星空里头 那颗从东方带领着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星 就出现在他们眼前 继续引导着他们前进 这让他们十分的开心 而且很快的 他们就跟着那颗星 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 他们敲了门进了屋子 就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他们就立刻跪下来 趴在地上 把小耶稣当成国王一样的向他跪拜 而且打开他们所预备的宝物盒 里面装了黄金 乳香 墨药 这些个非常尊贵的礼物 献给小耶稣 这几个星象学家 跟这一家人见了面 也就在附近的旅店 准备休息 想之后再回去回报西律王 没想到 还没到半夜 突然有一个天上的使者就出现 告诉他们 上帝要他们立刻地离开 而且来指引他们一条隐秘的路 回去他们的家乡 绝对不要回去见西律王 他们就赶紧打包上路 这一晚上天使也很忙碌 除了向星象学家传达天赋 要他们赶快走的讯息以外 接着他就去找约瑟 就在星象学家赶紧上路之后 天使来到约瑟的梦里头 就对他说话 话一说完 约瑟就醒过来 立刻按着吩咐就动身 连夜带着一家人 前往埃及而去 可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他要他们赶快离开 当然是有事发生了 请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 下盘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欢迎小朋友 大朋友继续给我们许多的鼓励和支持 在我们的留言板上 留下你的感动跟回应哦 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喜爱小孩小孩 小孩你你你 耶稣喜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爱小孩想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喜爱小孩小孩你你你 来�iyorsun酒 没有最好 小孩 我也是 ächen爱小孩小孩小孩 我的 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在线上ń 你求係爱小孩小孩 clients 大家好 jsem ez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